昨天出了一期评论节目 叫《瑞评2024央视春晚》 华丽包不住灵魂的苍白 流量还挺高 但当观看量上升到2万多的时候 节目突然就清全了 看不了了 它的理由是可能涉及侵犯知识产权 我就纳闷了 全网的自媒体都在混减央视春晚 怎么到了我这儿就清全了呢 人家通篇都是春晚的镜头 春晚的节目 没清全 而我这个以评论为主 以我说为主 我这样老脸出镜为主 插了一些画面片段为辅的节目 怎么就清全了呢 为了避免清全 我甚至连春晚的原生都没用 只是用了一些画面 就清全了 罪文之意不再久吧 那我在节目中到底说了什么呢 我在这儿简短的给大家做一个复述 在这儿我就不插画面了 免得再清全 就我说 我在节目中首先提出质疑 我说2024的央视春晚 它是怎么做到的 能把晚会办成这么烂 这么水 我们不求节目的思想性和人文性 这个就不奢望了 但是连语言类节目 演员最起码的表演水平 都能拉胯到这种程度 除了央视春晚 其他的地方台都做不到的 我对今年央视春晚的评价 用五美的花哨也是内容的苍白 花里胡哨的五美和灯光 包裹着千疮百孔的苍白 把一场央视的春节晚会 硬是办成了春节晚会的水平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所有的演员一如既往的保持着 一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就变成僵化的木偶 不能乱动 不能乱说 甚至连伸手脉步都精确到造原子弹的水平 演员的表情和动作将化到极点 失去了人性的温度 和艺术源于生活的本真 尤其是语言类和歌曲类节目 尤为突出 另外在选歌上 我也是服了 央视春晚节目组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可以把歌选得那么难听 而且依然是全场假唱对口型 其实归根结底 根本的问题就在于 节目不说人话 歌不唱心声 全部都是宏大叙事 生活中的细节和真情 全被那些花里胡哨 冠冕堂皇 不知所以的假大空给吞噬了 歌曲 相声 小品 这些艺术作品 一旦失去真情实感 一旦脱离生活细节 一旦脱离人民群众 那么他就变成了艺术僵尸 就变成了赞美和歌颂的工具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代艺术 没落的最大原因 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艺术家灵魂被绑住了 另外有人说 舞蹈类节目还是挺好的 确实 为什么舞蹈类节目能够相对较好呢 因为舞蹈类节目最安全 因为它不需要说话 没有歌词 而能够看得懂肢体语言的没几个 所以舞者的灵魂在这个舞台上相对自由一些 有人说春晚本来就是看个热闹嘛 不需要什么艺术 只要人多场面大 够热闹就行 我们尊重这样的看法 审美因人而异 但不管怎么样 不管大家有什么看法 你得允许大家讨论吧 赞美的 批评的 应该都有吧 但是只许赞美不许批评 或许这也正是央视春晚 办到现在越来越烂的原因之一吧